hello大家好 那么最近我给我的iPad Pro 升级到了iOS13 也就是iPadOS beta7 那么我觉得这一版是非常接近正式版的一个版本 用起来是非常的满意 我右手边是第六代iPad 这是在去年过门 它现在是我的儿子在用 今天简单使用了一下之后 但是用过之后感觉真的还不错 所以我今天也打算把它升级到iOS13 beta7版本 看一下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那么现在这个iPad第六代 已经升级到了最新的iPadOS 我们抓紧按来看一下有哪些变化与提升 那么经过我简单体验之后 发现跟我的iPad波罗相比 除了性能上的短板没有太大的区别 虽然反应速度会有点差距 但考虑到这个价格可以说非常满意 而且iPadOS的大部分功能都可以正常使用 几乎没有阉割 好那么现在我们来讲一下 iPad第六代升级到iPadOS之后的 一些主要的变化 第一个就是同样加入了黑暗模式 这里因为升级到最新的书客 与beta7版本 所以我们可以在设置控制中心 自定控制 然后这边我已经添加了一个深色模式 所以我们在下滑控制中心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快捷访问 OK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快速的调节 所以我们不仅可以在这里 也可以在这里快速的切换显示模式 第二个最大的改进就是程序可以多开 很多朋友又问了 这他妈不是早就有我的功能吗 各位我说的是升级iPadOS之后 可以进行这样的操作 那么现在已经打开了一个备忘 这时候我们要将这边的内容复制到这里面 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再把备忘录拖拽到旁边 这样的时候 我们可以同时打开两个备忘录 然后这时候我们只需要将我们要复制的内容 按住 然后拖拽进来就可以 那图片当然也是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拖拽的 所以从A温档复制到B温档 这个非常的方便 好我们把一个备忘录拿掉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可以上拉DOK栏 点击备忘录 这时候可以快速查看所有的窗口 这也是这次iPadOS新加入的功能 我们还可以再打开两个程序的情况下 再添加一个浮动的窗口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还可以疯狂的堆叠其他的程序 然后在这个横条 我们上拉就可以把所有的小窗口 这相当于一个在iPad上有一个小的iPhone 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也可以进行上滑去掉 然后在不需要的时候 把它向右面一扫 让其从我眼前消失 需要的时候从右面一拉随叫随到 这个非常的爽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硬件性能的小缺点了 iPad Pro可以同时打开三个窗口 iPad 6后面的窗口就灰掉了 这个比较遗憾 另外像其他的APP 比如说萨发雷同样支持下载文件 我们按住一个图片 我们可以选择下载链接文件 这时候同样的这边 萨发雷浏览器右上角有一个下载图标 我们点击就可以看到我们下载的这个文件 而且这个新增的文件管理功能也非常的强大 基本上可以让你脱离电脑管理文件 那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iPad 6使用了这个Lightning接口 所以我们还需要另外勾入扩展坞 来连接鼠标啊 键盘硬盘U盘 这也非常的遗憾 那么这里还有改进的照片功能 可以按照年月天显示照片 还可以选择所有照片 那我这里有2万张左右 那目前呢 显示这么多照片没有一点的问题 非常的流畅 没有一点卡顿 那么同样的还有新增的滑动输入法 我们在键盘上双指合裸 然后就可以移动这个小的键盘 然后在这边我们可以进行快速的输入 大家这里是大耳朵TV 这个呢 其实躺床上横屏使用的时候呢 非常有用 这时候我们想要恢复全键盘的时候呢 双指一放就可以恢复 最后还有这个三指快速复制粘贴 撤销重做的功能 三指一缩 这边会显示拷贝 再在这边三个手指这么一放 就可以粘贴 然后三根手指向左一滑 就是撤销 向右一滑就是重做 这跟iPad Pro 像一模一样的 那么这次从iPadOS 6开始 我们三指在屏幕上这么轻点 我们就可以调出快捷操作功能来 撤销重做 剪切 粘贴 这些都是可以的 OK 那么下面我们简单来对比一下 iPadOS 在iPad Pro和iPad第六代上的一个表现 我们首先打开一个浏览器 那么现在呢 是没有任何程序在运行的 我们同时打开沙发雷浏览器 看一下 1 123 速度是差不多的 我们同时打开Apple网页 iPad Pro好像是更快一点 同时打开Google 基本上是同时 我们同时打开照片应用 差不多 我们同时打开FileGap iPad Pro要快一点 我们同时打开YouTube 基本上是同时打开 总之这次iPadOS 对iPad第六代 这样的低配 阿帕德优化的很好 总体非常的满意 喜欢的同学呢 可以升级尝试一下 OK 那么今天这个 阿帕德菠罗和iPad第六代 升级到iOS13之后的一个 一眼和对比呢 就到这里 那么希望大家呢 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选择一个 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说 让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吧 慢走